2.香港相報 上任六年首訪肯尼亞歐巴馬沉根之旅臨感情挑戰 2015年7月26日國際時事A04時事看點 香港相報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歐巴馬當地時間24日抵達肯尼亞 開啟擔任總統後的首次迴鄉之旅 有分析指 為了避免挑起反對派對他出生地的質疑 歐巴馬一直對肯尼亞採取迴避態度 但肯尼亞在他身份認同中扮演的角色 一直是他任期內一個未決的問題 歐巴馬始衡了將面對一些感情和象徵性問題的挑戰 歐巴馬始次訪問肯尼亞的行程為期兩天 將出席全球創業峰會 並與肯尼亞總統肯尼亞塔就經貿往來和反恐等話題展開磋商 在結束對肯尼亞的訪問後 歐巴馬將前往埃塞俄比亞 首次訪問非盟總部 儘管歐巴馬始行不是國事訪問 但肯尼亞塔還是親自到機場迎接 肯尼亞近年屢屢發生殺馬里青年黨發動的恐怖襲擊事件 為力保保歐巴馬安全 肯尼亞此次如臨大敵 在歐巴馬到達前後關閉機場和空域沿途街道青空 並調集了賞萬名警力部署在首都內羅北維持之安 抵達這個父親的出生地之後 歐巴馬心情大好 面帶笑容與一些親屬共進晚餐 並親亦地喊父親的繼母為奶奶 避開肯尼亞以免挑起政治遊戲《美媒》報道稱 第一次訪問父親的祖國肯尼亞時 歐巴馬想要填補自己內心一個巨大的空缺 他想搞清楚自己是誰 想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 二十八年後 他以美國總統的身份重回肯尼亞 有關他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的任何疑問 都早已找到答案 但肯尼亞在他身份認同中扮演什麼角色 依然是一個未決的問題 肯尼亞一直是他政治形象中比較複雜的一部分 他在青年時代發表的回憶錄中探索了自己的肯尼亞根源 一直被奉為抵達權力巔峰的非洲之子 但他同時被一種陰謀論所困擾 少有人認為他真實的出生地是肯尼亞 沒有資格當美國總統 為了反駁這種說法 他不得不展示自己的出生證明 顯示出生地是夏威夷、奧巴馬稱 質疑出生地運動是特朗普等反對派人士 採取的分散注意力的把戲 這種質疑早就已經平息 但直到此行之前 他還是選擇被開肯尼亞 避免挑起政治遊戲 賴斯、奧巴馬非洲業績將超前任在第一個總統任期內 奧巴馬出現在薩哈拉爾南非洲地區和遠離 肯尼亞的非洲另一端的時間大約有24小時 批評者稱 美國第一位有非洲血統的總統為非洲所做的事 比他的前任白人總統幻腰小 再次當選之後 奧巴馬重新對非洲表現出興趣 去年 他在華盛頓舉行了美非領導人峰會 最近又剛剛在國會通過了一項發探 逐然一項到期的非洲貿易優惠計劃 奧巴馬總統的非洲業績非 但不會比前任總統差 相反我們為信心地預測 他還會超越前任 他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22日表示 但奧巴馬所發起的非洲計劃也存在各自的問題 2013年訪問非洲時 他開啟了電力非洲計劃 目前該計劃還沒有實現他之前預定的電力覆蓋目標 賴斯表示 這項計劃起步較慢 但他正在積蓄力量 肯民眾稱奧巴馬我們的兒子 除了這些政策問題 奧巴馬此行患要面對一些感情和象徵性問題的挑戰 前白江高級顧問亞克塞爾羅德說 顯然 肯尼亞亞對他來說有特別的意義 那是他的第一本書討論的重心話題 而且 我覺得 肯尼亞在他的自我探索中 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一位前助手 白頓表示 肯尼亞決定了奧巴馬作為一名非洲美國人的身份 如果你讀了他的書 零聽過他對自己的傳記的看法 就很容易明白 肯尼亞對於他如何看待世界 如何看待他與其他美國人的關係 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在他的第一本書《我父親的夢想》中 奧巴馬描述了他在夏威夷的成長經歷 以及第一次去肯尼亞尋找身份認同上的自在與確定的過程 他對那趟肯尼亞之旅及其心路歷程的描述 在很多美國人心中塑造起了他的形象 對奧巴馬此次訪問 肯尼亞的媒體用了很大的蝙蝠來跟蹤報道 不少媒體用了歷史性來定性 當地的媒體不識不默對一些細節進行發掘報道 如吸號巴馬獻花的兒童的名字 年齡和就讀學校等資訊 有媒體指出 因爲他父親的緣故 肯尼亞民眾都下無巴馬是我們的兒子